我现在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是说 假设我今天一份简报里面有很多张投影片 每一张投影片我都把它变成一张图片 例如说这边有四张投影片 我就把它变成四张图片 有这个功能哦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档案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把现在这个简报先领存好了 存成什么呢 存成例如说国立阳明大学那个入口网站 好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就放到低磁碟机 简报叫做 简报叫做国立阳明大学入口网站 或者是如何找到国立阳明大学网站 我看这样 如何找到国立阳明大学网站 然后点选储存 这样我们这个简报存好到 这我想应该没问题 可是重点我要 这是一张图片 这也是一张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 档案一样是选汇出 因为我要把投影片内容变成图片 所以点选档案之后再点选汇出 然后接下来 在这里面有建立成PDF 建立视讯 简报封装成光碟 建立讲义 还有变更 变更档案类型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去选择 例如说我要把它变成图片 在这个地方变更档案类型里面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更成 例如说是图片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拉下来一点点 我可以把它存成JPG 或者是其他可稀式网路图片 网路图形 副档名就是PNG 可以把它存成JPG 或者是有透明背景的PNG图案 好 例如说我现在把它存成JPG好了 点选JPG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另存新档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存档档案名称 还是刚刚相同的档名 然后只是存档的类型是JPG 然后点选储存 稍微注意存在什么地方 储存 然后他会问你说 我们现在不只一张投影片 我们有四张投影片 所以他可能就会问你说 你想要汇出 例如说现在游标所在的这一张投影片 当作是图片 还是所有的投影片 例如说这边有一二三四四张投影片 全部都把它变成图片呢 当然我们就选所有投影片 然后点选确定做完了 所以这是投影片变图片 非常简单快速的方法 点选档案 汇出变更档案类型 底下的这一个 看你是要选PNG档案格式还是JPG 好我刚刚的范例是选择JPG 好那现在就请你们 来去产生这四张图片档 这一张图片档案